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常常会用到 在节难逃这句形容词 但是我们了解节的真正意义吗 节这个字是从梵文之中音译而来的 原始的意义是计算时间的单位 那么到底节在佛经里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呢 我们现在就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的确这个节字是一个音译 而不是意义 在中文里面的节 是打架计设的节 抢极的节 是不是这个字啊 是 可是在梵文里的这个节叫carpa carpa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是一个时间的段落 时间有长有短 长的叫做长极短的叫做短极 一个段落完成了 叫做一个阶段来 称为它极 但是在佛教里面讲的极啊 有小极中极大极 在思维大极的意思呢 整个的一个世界一个宇宙体全部毁灭 毁灭之后再重新升起 那又是另外一个打极了 一个打极是一个宇宙体 比如说我们这个银河系 这个银河系的崩溃 银河系的毁坏 这个银河系全部坏掉 因为银河系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木气的一种运作 磁场是配合得相当好的 所以每一个这个星球啊 它运作运转呢 它一定有它的轨道 如果中间有几个大的轨道啊 社区平衡 那整个银河系就会呀怎么样 混乱 就会呀 你碰我 我碰你呀 整个银河系就会呀 毁灭 整个的一个银河系全部毁灭的时候 叫做一个大截 但是 这个是多少时间啊 是很长很长的 可是呢 能够有人类生存的 人能够由众生生命生存的 在大截之中啊 只有一个中截 是由人类生存的 有四个中截 叫成 柱 坏 空 成 柱 坏 空 四大截 有成 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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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破坏 这个时间蛮长的 要全部彻底破坏 要蛮长的 这个 时间 终生存 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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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宇宇宇宙 所以在极难逃 如果你在这个银河系 这个宇宙体系里边呢 你一定死掉 所以在极难逃也有道理呢 就是说你 有戒难嘛 可是中国人把它形容成为啊 这个灾难就是饥饿 遇到啊 所以灾难呢 就是就是戒难来了 有的是啊 冰灾 有的是 虫灾 虫灾还好了 有的是呢 水灾 风灾 火灾 这都是灾难 有的是全面性的大灾难呢 地震 震灾 这一些呢 如果你临到你 虽然你倒霉 也可以说不是倒霉 就是应该你死 这是英国报应 那这个灾难来的时候 正好临到你死 这个叫做什么 在极难逃 没有临到其他的人死 而临到你死 为什么 你的古报啊 就是在这个时间 你就要被带走了 就是在极难逃 也可以解释了 可是在 梵文里的极 并没有这样的意思 梵文里的极 就是印度的极呢 就是时间 时间到了 你 我们这个众生啊 没办法再生存下去 可是但是大家不要担心了 我们这个宇宙体 毁灭之后啊 我们还有一地方去啊 你们知道哪里去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对对对 好好修行到哪里去 西方 都要到西方去 应该欢欢喜喜地来 等待着 准备着 那个死亡的来临 这个记忆并不是可怕的事呢 只有呢 自己平常不用功 不修行 做坏事 动坏念头 说坏话 那你要注意了 你死了以后 大概没地方好去 就是去的地方 一定是坏地方 所以 记 不要担心了 记呢 有中记 有小记 有大记 小记 是多少长 中记有多少长 大记有多少长 请你们看我的一本书 正义性的佛教 那一本书里面 讲得蛮清楚的 请你们看一看 而听到了 我这样子解释以后 你们还会怕鸡吧 不怕了 好 所以是 再记难逃 再说难逃 这个是 变成风声和泪 把他 吓唬了 自己 觉得好像是 这个 很危险 惶惶不可什么 终日 没有必要 好好的用功 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广迹善缘 那 不需要担心 谢谢大家